蔡總統會持家 這幾年來蔡政府不但為人民減稅 而且福利增加 去年不但整個年度有剩餘1000多億 明年更是22年來第一次稅入稅出達到平衡 蔡政府在國政這麼困難的時候 大家用心用力要服國立民 而韓市長公佈所謂的國政團 不就是他在初選的時候 一再批評的所謂打混十幾年 害了台灣的那些人嗎 這是算法的不同 審計機關是用付款來算 行政機關是用執行來算 我們的執行力不但超前 甚至於超過百分百 我也會督管各項工程 各方面都會讓各方都能如期如指做好 在介人時代我們從政的人 常常被國民黨用小手段 來讓我們麥克風消音 甚至於電線剪斷 現在已經進入民主時代 民主開放都可以開直播了 韓國也還留在戒嚴的時代 戒嚴心態實在很不足取 香港人民勇敢的一再出來 連媽媽都帶著小孩 衣服都掛著眼罩 都是要最卑微的訴求 也是對即將失去已經在被打壓的民主自由 做最卑微最後的呼籲 提前的統治者往往看不到人民的心意 這是落差最大的地方 我們支持關心香港人 爭取民主自由 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快快的 對人民最卑微的訴求 好好地回應 繼續衝繼續拼 國家繼續向前進